东西怎么做 这个也是我们上课的主軸 所以这两个刚刚好 也是刚好我的预期 另外的话比较多的是 工作表的自动化 跟那个工作部的自动化 不过要跟各位讲一下 就是说前面部分 可能会以单一个工作表为主 所谓单 因为你工作表里面 它的结构一定是储存格 范围 列 蓝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这些东西 都还没有搞清楚 你要跨到好几个工作表 应该是会有困难 所以通常我会先把 单个工作表里面的一些 重要的物件 其实我们把它称为物件 理解之后 再来跨到工作表 也许你有很多工作表 还可以批示处理 按单纽 全部帮你处理每一个 再来也许就工作部 工作部的话 就是一个ESCAL档案 那ESCAL档案里面有很多工作表 对不对 你可以打开这个ESCAL工作部 然后帮你一个一个的工作表 帮你处理完毕 处理完毕之后 自动帮你存档 帮你怎么样呢 再关掉 换下一个 再换下一个 换下一个 这样的话 其实很方便 你按下去 也许你里面有一百个档案 全部都帮你处理完毕了 这样其实很棒嘛 这样很多事情 那你的时间就省下来了 可能你要做好几个小时 才能完成的 现在只要按一键 就完成了 那当然你多出很多时间 就可以做什么了 对不对 就当然你可以做很多 你想做的事情 那不过 这个可能是比较进阶的 理论上我会规划是在 进阶课程 会再详细说明 但是我们还是 如果各位有兴趣 也许大家程度都比较好 也许我可以先带一点 简单的范例 让各位有一个 大家基本的概念 那其他大概就是聚集录制 这个也蛮多同学选的 其实这个聚集录制也非常重要 有些程式你不会写 其实VBA有个很大的特色 跟其他的语言不一样 其他语言是你不会写就不会写 那VBA的好处是 你不会写没关系 你可以透过录制聚集 它会自动帮你写程式 你把你要的程式部分 再抓出来 那也可以work 它是很大的特色 就是你不会写没关系 可以用录的 不过录的 也还是需要知道录的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会有一部分课程会针对这部分跟各位做说明 如何录制聚集 如何录制聚集之后取得你要的东西 或者是去修改你要的部分 其他的话还有像这些 我想比较多的我就先讲 比较少的也许我就略讲 那为什么这都有上过入门课 那为什么会来上这门课 其实还蛮明显的 我们这班跟前期期又有点不太一样 这一期的话 工作上面需要比较多 业务需求 ok 当然如果说你有业务上的需求 也当然欢迎 你可以整理出一些 你工作上的范例 如果你现在做不出来 没关系 你做不出来的部分你应该告诉我 我可以帮你把它加上 如果你的范例可以跟大家share的话 那我可能会把它放在那个 大家的那个其他补充范例里面 也许其他同学也有需要 可以再去了解 ok 好 所以大概是这样的 我们的这个班级的基本的需求 一下就可以做出来 也蛮不错的 至少是一个很快速的一个方案 这个里面做的就是主要是利用什么 云端硬碟 所以透过这个功能 所以还蛮强烈 各位可以去使用看看 真的不花多少时间 而且除了我刚刚讲的这些功能之外 还有更多 非常好用 ok 那第一阶段我们就完成了 你们的课前问卷 我已经大概都知道了 等一下我再稍微看一下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大部分同学都不是资讯相关的领域 所以大概会比较辛苦一些些 好 那接下来的话 第二阶段就是说呢 我们要开始上课 那注意哪些事情 这边有QR Code 这可以提供给各位平板或手机 也可以拍连接过来 谢谢大家